我们的同学也好 或者是朋友也好 不过我们很清楚的 这个股市中就是 暴时弯风险两件事 风险最是最难预测的 那什么是风险呢 就波动度大就是风险 当然它有上档风险 有下档风险 当然我们都希望呢 看到它是往上的 上档风险我们反而是乐于接受 那刚才讲到说 你说巴菲特也好 甚至我觉得有两个很有趣的 以前量子基金纵实这个 同时呢成立的 一个叫做索罗斯嘛 一个就是那个这个Rodgers 那这两个人实际上 他们也是兄弟为伍 最后呢也是分分离心 因为这个有个的想法 但曾经每一个人都有在 大家看多 那么他看空 结果大家都对了他错的时机 所以说在这个投资家千百种 基农家千百种 没有一个人是真的能抓到 这个所谓的上涨趋势的了 不过我刚刚对这个基本面 这个我想做一点 我自己的简单诠释 什么叫基本面 其实基本面是要 我们现在世界是流通的 这个水流是全世界流的 这一次我们发生的金融海啸 绝对是美国那边为首 次贷为因所造成的 那打击到台湾来 那我们也看到 去年从那个Bellston 到Lemon Brothers 一路倒下来 那现在我们要分析 基本面到底有没有好 我讲的大盘基本面 可以看到美国这些金融机构 我讲的是那些CDO的 这个坏档减击并没有完全 因为这些东西 美国虽然用了非常多的方式 所以甚至最后 用非货币方式在救 FED去买了不良资产 都没有减击完成 我的意思是说 这基本面真的没有好 我现在讲是台湾呢 是有别于其他股家 就是因为两岸的问题 你说基本面没有好 就是以美国为 全世界 全世界 金融机构 我们是担忧的 那要美国好了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花旗银行3月5号 股票跌入了1块钱 3月10号 Pandic发了一封信 告诉全市 Trader所有的员工说 我跟你们一样的失望 因为我对大家 对我们的错误预期 感觉失望 因为我没有那么查 我们有190亿的营收 请问它的营收是什么东西 它是卖到 它非常多的八栋大楼 从法尔街 一直卖到纽东西的资产 最后财报出来不好 现在花旗银行 还在被他们要拯救当中 所以也就是 BOA也是一样 他们有没有剪辑 有没有成功都不是 只是他们当时 面临到它的四大金融改 压力测试 有一些做一些假象 我必须声明是 这个世界警戒并没有 完全变好 但是过去年 一个又一个的死掉的 这种状况 已经被全世界连媒出 从降息 从资金益助 从非货币的政策 已经开始稳定了一些 这我们看到的 但是基本面 还必须慢慢的去消化它 才有办法打好 所以美朕是说稳定了 没有稳定但是没有好 但是我们很怕 哪一天又有地雷出现 那如果人很奇怪 会突然恐惧 哪一天哪一个地雷 比如话题真的又出现问题 全部又开始又跌了 那现在我看起来 是稍微稳定 那么基本面 还是没有好转 也就是当时的 所谓的V型缓转 不可能是偏右的W型 不过聂老师 刚刚讲的这一点 其实是我们大家都 应该去注意 就是说随时对于 钱跟投资 多一点谨慎 多一点小心是好的 看这个不一定赚 但是散户不看这个 反而是有机会 也许吧 而且我们谈到股市投资 其实也牵涉到 短线跟中线跟长线 那短期是怎么样 你说也许明天涨了 我今天买了明天涨了 那也没有人去看说 那我三个月以后是怎么样 那以后已经不可测了 因为买的人 他不会这样去看三个月 他就看明天吗 我觉得其实股市 本来就是这样的 吓死了比别打死了 还要多了 那其实一定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这个消息面一发生 或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马上大家一窝风 一窝风可能就是这种群众效应 被可能很多人被踩死了 事实上戏院里活紧 也没有烧死半个人 但踩死了不少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形 一直在重复一直在发生 就连巴菲特 去年9月这个Leven Brothers的破产 到今年5月这个克莱斯特要破产 事实上美国的这个整个产业界 我们认为说是也还没有恢复 美国没有恢复中国大陆 对美国的出口 我觉得事实上也是一直在跌 那现在中国大陆用扩大内需 来展现他们自己很庞大的内需 那台湾是因为这样而受惠了一点点 即使这样受惠了一点点之后 我们衡量大家明算账算起来 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还是处于衰退的这样状况 所以这样子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或理由能够说我们已经恢复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我们去年同期的6000点 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状况 跟现在6000点台湾的经济状况 我们现在还比那个时候差 所以我们只能说未来的趋势 可能可以慢慢止跌 可以慢慢的这个疗伤止痛 慢慢的消化掉那些这个亏损的部分 慢慢拉平 这个部分如果政府做得好 而且世界的其他国家 我们靠出口导向 那些进口台湾货品的大国们 没有在新的这个坏消息 新的这个失业率 新的这个景气 新的破产 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还是可以跟着受惠 如果不是这样子 还继续往下看 例如刚刚老师说 如果有大的公司在继续破产 或是继续跌大银行撑不下去了 或是政府跟整个资金 或整个劳工失业数字 你领失业率的或是新动工率 或是怎么样 这些东西没有再好的数字的话 我觉得台湾要真的能够上去 只能说我们这大家更多入资 更多外资大家来玩有限的筹码 把台湾的股票拱上去 但是台湾的产业并没有因此而拱上去 所以我了解这个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也提醒我们大家 就是说这一波只能说是止跌 就是好像看起来 是不是已经到谷底往前反弹了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也没有人敢绝对讲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黄伟你应该是承认两件事 第一个美国在欧巴马的主政之下 的确是看到一些不错的景象 第二个就是在台湾两岸之间 和缓的情况之下 它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对了 基本上 那个图已经开始画出来了 对 那个饼开始看得到了 但是吃不吃得到 这个画像会被变泡沫化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欧巴马的新能源 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来 胡老师跟我们有一点简单的 两岸和平红利确实是产生 但是心中大家不可及躁 那么台湾加入WTO已经 两岸加入WTO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实践呢 就是说你看不到一家 录资公司来台湾设立分公司 你没有看到录资被允许来到台湾 这都是一个加入WTO之后 我们必然牵制到 两岸关系正常化的 过去碰到的是一个 不可预测的政府 真是以为马政府刚开始 就任之后 马上情况有改变 大家有过度的期望 我想台湾的股民 以及全世界投资者 其实眼睛都是雪亮的 那么看见这个局势有所变化 我想政府的政策是 该管的时候要管 那么该放的时候 要宽容的放手 只要在规章制度之下 能够多下功夫 我想前面还有很多预期 好景可期 好 非常谢谢 那个胡老师给我们一个 很棒的结论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差不多 你还有一句话要说 我最后只想讲这路遥之马力 我是要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两岸立多没有开放 路子没有开 请问台湾是什么样的现象 我必须说台湾现在在新潮政府 用正面表列 QF的开放 它所谓的财务投资 超过10%以后 变成经济投资的 有经济部处理 我觉得这个政策 对我们其实将来 后世大家看 会有一些 还有更多的利多 好 我今天要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我们今天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看我们这集的节目 不过这个东西一翻两瞪 我们下一个礼拜 如果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也是同一个时间 同一批人的话 我相信这就是最可怕的礼拜 因为它的速度跟变化 实在是太不可预测了 所以各位观众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 给各位一个参考 我相信各位聪明的观众 都能够知道 你怎么样来进行 这一场投资的选择 非常谢谢各位 收看这节目的 《一年情报》 我们每天晚上在这里 跟你一起共度这段时光 谢谢你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每一天 会在九点钟 在台湾情报网页 公布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 欢迎你一起来参与讨论 我们有准备很多的电影的 跟演出的票券来赠送给你 谢谢您收看 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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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今天只有 也是中一到中午 然后没有余子 我们要接住 今天就要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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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